农村常见的植物灰灰菜,千万别乱吃 把它晒干烧成灰,有两大用途 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植物灰灰菜,它在生活中的价值有没有用吧 灰灰菜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野生菜品了 好多上了年纪的老人 大家都有吃过 今天主要给大家科普两个问题关于灰灰菜 第一,灰灰菜为什么不能乱吃 第二,灰灰菜晒干烧成灰,对有哪些妙用 看完今天这期视频,非常的受益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给家人分享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 灰灰菜既然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野菜 但为什么不能多吃呢 首先肯定的是,偶尔吃一下灰灰菜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大量食用或者食用不当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严重的甚至可能会中毒 在《中国药典记载》中 灰灰菜是有小毒的 而且是一种光感植物 如果大家坚持要食用 切记做到三点 一,少量 二,食用前一定要焯水 三,食用完灰灰菜 千万不能在太阳底下长期的暴晒 我们这边很少有人去吃灰灰菜了 但把它晒干之后烧成灰 它有两个非常好的用途 灰灰菜晒干之后烧成灰 把它放到容器里面加水 沉淀过滤后 和面做sauce面 俗称碱面 据说这样的面又筋道 而且爽烤 第二个妙用 在以前贫苦的年代 人们会把灰灰菜晒干烧成灰 拿来洗衣服 也可以对家里的餐具进行清洗 绝对是一种天然不伤手的洗洁精和洗衣粉 与此同时 灰灰菜还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 大家还知道哪些价值呢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